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期传媒 一期资本 为创始人全球化定位团播 为创始人多渠道投融资管 以爱问人物 爱问资本 全球创始人搭会为核心产品 为创始人服务 给创始人所需 让创始人满意 爱问传媒 致力于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携手全球创始人传播服务联盟 连续五年记录近两千位时代人物 尽力高品质视频 图片 文字 音频等全媒体人物数字档案 累计触达人次高达30亿 在全球财经 创新投资等领域影响广泛 被誉为新经济时代的福普斯 爱问资本 致力于投资时代人物 创造长期回报 携手全球创始人金融服务联盟 辅佐创始人不同阶段资本需求 至今已成功投资 字节跳动 喜马拉雅 地平线 营谱科技 资本观察等众不优质企业 爱问人物 创新创富 I ask it's a global funders office 我看了一下 就是今天这个新经济的企业 包括这些重要的上市企业很多 但是健康领域的企业非常少 就充分地说明大家是多么都不关注健康 这说明我们从事健康产业的重要性 实际上我们知道不管经济怎么发展 不管人类怎么进步 可能健康产业是我们永远的主题 是一个永远不会衰落的行业 这也是我们从事这个行业的原动力 特别是在中国的现在 经济高速发展了30年以后 人口老龄化可能已经摆在 这个问题摆在我们的眼前 其实我们不管哪个领域 都面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现实 就是各种疾病对于中国人来讲 都不但是很遥远的事情 特别是我们从事的癌症这个行业 这个主题是我的同事帮我选的 所以刚才我的柴红军师姐说 尽量原创 我里面主要的部分都是原创的 但是确实有一些部分不是原创的 这个让早安柴塔成为国人健康的新时尚 中国人健康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 你们有没有发现 其实你们的健康没有人关心你们的 每个人的健康 就是在国外 每个人家庭有家庭医生 在我们其实都需要自己主动去做一些事情 单位给你买了一个体检就完事了 是吧 家里可能如果是 家里有人注重健康 还有人关心你 没有人注重几乎的健康 全部都靠你自理 就为什么我们今天其实大家看到刷屏呢 有北京蓝蓝的吉德 刚刚36岁肺癌去世 没有任何 33岁肺癌去世 没有任何的坏毛病 癌症就是这样的一个疾病 就是这样的 70%是遗传基因决定的疾病 跟你的生活习惯关系不是特别大 我们大家得到的数据 大概是30%的癌症 是因为可以通过你改变生活习惯来去扭转 70%的癌症其实你在它发生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阻止它去的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进到一个二级防御 叫癌症的塞塔 就当我们不能阻止它发生的时候 我们看看能不能在它早期能够发现它 这是 这也是一个命题的作文 这一页来讲就是 艾成说 第二页要讲一讲 就是说你眼中的这个时代创始人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 这句话呢 是我们公司的一个90后的一个人 送给我的一句话 他说他听到的这个中心社对我的采访 他就想到了这么一句话 我觉得中心的一点就是 其实是一个 对于一个中年 对于健康产业的一个创始人 能够支撑你去做一件 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支持你的是一种使命感 我觉得创业可能使命感 是推动我们往前的一种动力 就是当你在 这个历经了很多 就是特别是我 我过去的几十年的经验基本上都是在外企做高款 金融行业非常高大上光鲜的行业 当你回过头来再去想的时候 到底等到中年你会去考虑这一生有哪些事情是称之为使命的事情 称之为你愿意去奋斗的这个事情 所以对于一个创始人来讲我认为使命感可能比其他的更重要 就是说当你在人生的中途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样的事情能够让你真正去付出你的努力去做这个事情 我们对于这个中国对于这个健康产业来讲 可能比起很多很多的商业模式来讲 要是非常非常非常下沉的 是一个非常非常基础要做的这个事情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可能知道 你如果你们去过早晨七点钟以前的协和医院 你就知道中国人的健康是一个多么严重的一个问题 如果你中午去过北京肿瘤医院 你就知道有那么多的亲属是多么的无奈 这是我们每天必须要面对的这个现实的这个事情 癌症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成为了中国人健康的第一大杀手 我们这边的这张图大概就反映出 现在中国人高发的这些癌症 大家可以看出这个标志 除了肺癌 肺癌 中国人的肺癌到底有多严重 大概全球有30%的肺癌都来自于中国 那乳腺癌 乳腺癌是一个富贵癌 是富贵癌 女性的癌症里面和男性的癌症里面 都有穷癌和富癌 然后我们中间最严重的中国人的病 中间是消化到的癌症 肝癌 肠癌 胃癌都是消化到的癌症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吃的太好了 太多了 食物质量太差了 前天我在上海的时候 跟复旦总流医院的陈三军教授交流的时候 他跟我讲 他说在中国 吃的各种层次的人得的癌是不一样的 吃的最好的人 北京上海的人得的多的是肠癌 下面 吃的中等好的人 三线 二三线城市的人容易得的癌是胃癌 吃的最差的 农村容易得的癌是食拐癌 食拐癌 这都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 为什么我们公司的产品中肠癌开始做起 是因为得肠癌的群体是最有支付能力的群体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华人最富裕的地区都是肠癌最高发的人群 香港 你到香港去看到满达街都是广告都是常见的广告 为什么香港的肠癌患者是上海的第一大癌 你到台湾 百分之十五的癌症患者都是常癌 为什么 台湾那里最早比我们先发达呀 上海 现在是中国第一个肠癌成为第一大癌的城市 因为上海 生活质量是中国最高的 所以未来 常癌一定 在中国一定是跟肺癌差不多的这个癌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个常癌 我们公司是2013年成立的 在我们公司成立的时候呢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癌症筛产这个事不是很关注 我们也是中国第一家专注于做癌症早晒的公司 大家 可能也知道很多的生物的公司 很多这个非常非常硬核的这个公司 其实大部分的公司都集中在治疗 然后跟他讲一下 对于我们人类过去的五十年一百年跟癌症的斗争中 我们所有的治疗的方法能降低死亡率多少呢 百分之十一点九 我们还有百分之三十的癌症死亡率降低 是靠我们健康的生活状态 是吧 我们注意饮食 注意环境帮助降低的 还有百分之五十多是靠什么呢 将近超过了百分之五十是靠早期筛查 是靠早期筛查才能降低癌症的死亡率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 有些事情我们不能阻止它发生 但是能不能在它发生的时候 我们能避免让它进入恶化 所以在去年两会以来呢 其实是全社会上下开始关注癌症的筛查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医保已经没有办法 支付我们癌症的治疗的费用 所以必须要把中心下层 关口前移 下层到基层 关口前移到什么 我们既然没有那么多钱去治疗癌症的患者 我们是不是看全民能够在早期的时候去做筛查它 能够让更多的人 能够在不进入晚期的时候就能够去发现它 这也是我们诺辉的一个愿景 我们诺辉的愿景 我们诺辉的愿景我们总结三点 三点没有刚才几位讲的那么有情怀 但我觉得比较实际 第一个是希望倡导疾病的防治的理念 前一阵时尚健康的采访 我说你觉得什么样的生活是健康的 我说除了身心的健康和身体的健康以外 你还是要有一个理念 有理念 健康的不是你天天跑跑步 是吧 健康饮食就能够阻止发生长 你要去有定期对你的身体关注的这种理念 人身体是个很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生物体 我们不是说简单地靠改变我们的方式 就能够去改变它的原理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的藏道 是吧 几乎过去一万年没有发生变化 那你觉得过去的一万年里 我们吃的食物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不要说过去一万年 过去三十年 我们的食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过去十年也发生了变化 十年前有多少人吃外卖的 现在有多少人吃外卖的 这一点你就能看出 它的我们食物发生了多大变化 所以我们的身体 其实是很难跟着上我们快速的节奏的 我们的生物体不可能进化这么快 所以第一个是理念 第二个我们是引领这个居家早塞的创新 诺慧是第一个提出居家早塞的 为什么 我们觉得在中国 中国 所有的疾病的防治只能从家庭做起 只有因为只有家庭 才是一切的转动性 只要走出家庭 走向医疗机关 因为任何的医院你就发现 你去了一次再也不想去了 太痛苦了 交通太堵了 花的时间太长了 你就不想去了 你就会耽搁在上面 有很多人 很多很多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都会主张这个居家早塞的理念 希望在你的卧室 在你的卫生间里能把很多的事情做了 而不是说要去到医院去 去挤压医疗的这些资源 我今天经常跟 我跟协和医院的医生讨论 他跟我说了一个很实在的话 他说在协和医院 对于 只要不是马上死人的事 都不是大事 都不是大事 事实 三家医院就是这个情况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一般的人的健康怎么办呢 那只能是靠去家庭去维护 最后的一点是叫改善国人生命的轨迹 公司的成立的历程呢 就简单放在这里 我就不详细讲了 今天是讲创业的 但是我们差不多从13年到19年 也走了六年的历程 也非常感谢艾成 艾成过去的几年的移植 对我们很支持 我们后面 我们现在主打的又四个产品 四个产品这个都太专业 我看了底下几乎不是专业的人 我就不讲细节 但是我就 每一个产品 我归纳一句话吧 我们第一个主打的产品 肠胃清这个产品 大家记住就是对于肠癌来讲 我们这个产品 就是通过检查人体的粪便 能够提前五年发现肠癌 提前五年 我们每天我们的实验室里 都近千份的样本 从全国各地中国来 这个样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的结果 我们平均每天发现一例早期的肠癌患者 平均每天发现一例早期的肠癌患者 平均每天发现六例癌症病变的患者 这是我认为值得骄傲的事情 其他的事情都是浮云 但我每天至少挽救一个人 或者挽救一个家庭 对我们来讲 就是觉得这是创业的原动力 第二个产品是瀑布管 这是个很简单的产品 是个家庭自测型的产品 是干嘛用的 是测这个粪便的饮血的 大家都在体检里都知道 你们仔细地去看你的体检报告里 就知道 有三大肠癌 尿肠癌 血肠癌 和便肠癌 便肠癌幾乎大家都不做的 为什么 你在现场去留粪便 或者你把粪便带到现场 都是一件非常非常不愉快的经历 我们是这个产品做得非常像女性的烟运棒 能够在家里 通过测这个粪便样本 能够去测出消化道是不是出血 消化道出血 是消化道癌症的最早期的 最明显的 唯一的 甚至是唯一的症状 通过过去的三十年里 甚至更长的时间里 全球测肠癌的唯一的办法 除了肠癌就是便衣血 我们是把这个便衣血做成 家庭自取式的烟运棒一样的 在分辨上插几下看到结果 一分钟看结果 两刀杠阳性 一刀杠阴性 非常简单 做塞查 我跟中国最早做癌症塞查的 周二的真素教授讨论一个问题 我说到底什么样的技术 你觉得适合做塞查 他就给了一句话 他说其实技术本身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去用 只要你去用了 哪个技术都是管用的 你不愿意去用 再好的技术也没用了 我们也是深深地挺回到这一点 我们第三个产品是测油墨路线杆菌的 大家都知道幽默路线杆菌都知道 科普得很好 另外一个我要告诉大家说 几乎绝大部分中国人的胃癌 都从幽默路线杆菌来的 而中国的幽默路线杆菌的感染率 大概50%左右 就一半的人是感染的 怎么去测呢 特别是小孩子 中国人的小孩 大部分感染的是 从他离开家庭之前就感染掉 17岁之前就感染了 怎么去检测 以前的方法是 大家知道呼气法 我们也是通过粪便 在家里去能够去测油墨路线杆菌 这个简单的方法 最后一个产品呢 可是女性比较关注的 这宫颈癌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女性癌种里面 教育率程度是最好的 但到目前为止 目前为止 只有20%的女性 成年女性在中国做过一次 供颈癌的筛查 包括女性朋友 可能你们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只有20%能做 因为隐私性 太不方便了 不愿意去做 是吧 我们这个产品 是通过尿液 在家里自己去取样 然后去检测供颈癌 全球首创的这个产品 所以你看到 我们其实做的每一个产品 就不仅仅是考虑 它的在技术上的价值 更重要考虑 它临床路径的可行性 和便捷性 这是诺会一直倡导的这个理念 最后也是一个命题的作文 说你们希望10天后 你们公司成为什么样的一个公司 癌症早塞这个领域 你从事领域 其实是什么样的一个领域 下面这两张图 大家可能看出 左边这个叫小糖丸 小糖丸 这个小糖丸 消灭了一种疾病 脊髓灰之炎 通过小时候吃小糖丸 就解决掉 然后右边吃HPV这个疫苗 通过HPV的疫苗 能够把大部分 主要的导致公颈癌的病毒 能够免疫掉 不是所有的 不是所有的 是吧 所以这个HPV的出现以后 能够让公颈癌的发生率 明显地下降 这是目前 癌症领域里 唯一一个 在一级防御里 做出来的疫苗 唯一 所有的癌种里面 只有一个疫苗 就是公颈癌的疫苗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 诺辉能通过我们的这些产品呢 能够把我们所涉及到的 癌种这些领域呢 都能做成一种快速医疗消费品 能够大家伸手可及 触手可及 随处可用 能够让癌症呢 不再是一个危及人生命的一种疾病 而成为一种慢性的 可控的 可防的 甚至于可以治疗的疾病 谢谢大家